人体所需要的营养 包括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 和矿物质 以及水分和纤维 这当中 对人体影响最大的 有三种 第一个 就是蛋白质 脂肪和矿物质 这三种 它的特性 是构成了人体的组织器官 你身上只要看得到的 摸得到的 所有的那些组织结构 所需要的构成材料 就是蛋白质 脂肪 以及矿物质 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素 科学家们经过研究 发现其中有40种 是身体所必须的营养素 所谓必须的营养素 就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 一定要从食物当中摄取的 我们把它称作叫做必须营养素 它包括呢 这种一种不饱和脂肪酸 10种的氨基酸 15种维生素 14种矿物质 各种营养素 按照一定的方式 在体内进行的各种化学反应 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营养 总是把它当成了一种补品 当成了一种 好像让自己变得更强壮 或者有着什么特殊意义 尤其是中国人理解的补品 好像不是补肾 这是补某种功能 其实真正的营养素的意义 它不是一个补品 它只是人体进行正常的 生理反应过程当中 所需要的元素 只是身体构造材料里面 所需要的盐材料罢了 这里有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 简单的做了一个 人体内化学反应的一个过程 A加B反应生成了C C在跟你身体所储存的养分D 产生反应 生成E 然后E在跟你的食物当中的 某种营养 比如说F反应 然后继续生成G 身体时常要生成 它也有一万多种的不同的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呢 有的是用来支持大脑思考 有的是用来支持肝胀解毒的 有的是用来帮助消化的 比如说蛋白酶 脂肪酶 淀粉酶 有的是用来制造 比如说胰岛素 有的可能要制造肾上腺素 甲状腺素 身体有一万多种的这样的化合物 需要靠食物当中的那些元素 来制造出来 一旦 你出现了食物当中的偏差 假设 比如说 你身体正在进行反应 A加B反应生成了C 结果呢 你的身体正好缺乏了D这个元素 于是呢 你的反应呢 就在这里中断了 当没有D的时候 E是肯定不能生成的 那么E不能生成呢 不管你身体 有多少的F这种营养素 只要E不能生成 G也就不能生成了 下面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全部中断 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中断 就意味着身体 最少有400多种不同的化合物 制造不出来 也就是说 其实当有一种营养缺乏的时候 在你的身体里面 很可能会产生400多种不同的病症 不同的症状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生病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当他感觉到血压升高的时候 他也感觉到身体疲倦 他也感觉到睡眠不好 他也感觉到性意下降 他也同时感觉到整个的情绪变得烦躁 他也感觉到排便变得不顺畅 他也感觉到口腔溃疡 他以为他生了很多种病 自己还非常的害怕 实际上他不是生了很多种病 他只是缺了某一种 或者某几种营养物质 而中断了身体多种的化学反应 造成身体缺乏数百种的化合物 从而产生了数百种的不同的症状 这些症状包括头发脱落 包括皮肤出现异常的形状 颜色 包括展出了一些特别的 比如说一些这个湿疹 比如说一些这个膝漏 比如说甚至是肿瘤 这些所有不同的症状 在背后的因素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体内的化学反应出现了异常 而这些异常的根本原因 就是你食物中的元素不平衡 有的身体需要的没有 有的身体已经有的 还在继续不停的吃 不停的增加 有的身体比例不平衡的某些元素 没有及时进行调整 于是长期的这种负面的状态 就会不断的累积 直到产生严重的问题 所以人体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 大约有40种不同的营养素 经过人体的消化吸收 然后加以利用 然后应用它来制造身体 所需要的各种化合物 只要其中任何一种化合物的缺少 都会使身体机能 因为缺少这种化合物 而无法正常硬作 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在我看来 大部分的慢性疾病 主要的形成原因 跟营养的不均衡 其实是有着最直接 最密切的关系 因为不管你受到的是空气污染 水汁污染 还是外部的各种压力 还是缺乏运动 不管是我们已知的多少种 影响健康的因素 但最终在你的身体里面 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身体的损伤 而身体的损伤 最终要想彻底修复 就是需要40种均衡的营养素的摄取 才能够令到身体 能够进行修复的过程 感谢观看 以上